今天非常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国际专业职官司训练师 培育协会的创办人詹雅智理事长 来到我们的现场接受我们的专访 John 你好 那John 你想要请问一下 我们的这个协会它是成立多久 或者是说在这个当中 您为什么会想要成立协会 然后得到大家的一个支持 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谢谢 协会是今年成立的 不过在这个之前 我进入创业真心领产业 是五年的时间 那为什么就是今年会想要去创立这样子的协会 因为也是在这个五年的一个过程当中 自己的一个经历当中 我们感受到大家的感受能力跟感知能力 慢慢的开启了 就是现代人 我们对于我们内心的决策 是越来越敏锐了 然后对于可以去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感受 情绪 我感觉这个部分 跟十年前二十年前都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大家的感受力 是本身就是已经蛮努力的 所以就感受到在这几年 身心领产业似乎蓬勃发展 对对对 然后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都来去帮助帮助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是对 那当然就是在很多这个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呢 我感觉我们会是 会有一些需求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训练室啊 然后或是所谓的这个心理疗愈室啊 是 我们我感受到我们可以再去针对这样的领域 我们是可以去再更经过一些深入的一些培训 跟不断的去接近自己成长自己的一个方向前进 对然后让这个领域是可以所谓的更专业这样子 就是朝向更所谓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方向前进 那在这个部分就是需要比较多的一些系统 比较多的一些我们是不是有一些 一些可以依循的一些 我们会说一些规则也好 或者是说所依循的一些标准也好 是 那所谓专业就是这样 专业总是有一些标准一些步骤 是 那我们是不是都可以去在这样子的领域 比较模糊 就是因为心灵比较 大家比较会去比较模糊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在这个领域 里面我们试图找到某种的标准 那让成为一个这个环境是可以 大家会是信任的 因为这些方式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让这些方式呢 我们可以去再更进手 然后让一般的民众也更了解 然后也让一般的民众也可以去感受到 可以去比较理解的一个 在这个产业里面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专业度啊 或者是一个让你去信任的一个地方 就是专业的这件事情呢 比如说我们担任提神好了 我们的舌头或者是我们的土感 它是对于那种维系的差别 有非常敏锐的鉴别力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感知感受啊 我们的这个维系的观察 那个鉴别力就是会在 我们的协会也得到就是说 你知道如果你要鉴别 你可以怎么样的一个鉴别 对不对 那其实您其实是接触过非常非常多的工具 然后也都肯定它是有帮助到自己 可是在当中最后我们还是来到了 鉴别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你可以再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其实这个部分一直都还是有一些主观的标准 OK好哦 那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是 那譬如说我们现在的余家 那瑜伽现在我们有一些 瑜伽可以去 那是有一些基本的标准 是 那但是在那个基本的标准之后 这些老师是不是自己还是需要练习 是 所以 自己是不是可以去 再持续的锦修 这非常重要 可是 我们就会知道说 它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标准 那 比较之下呢 就是它 我们一般人就会比较知道说 哦 我有一个这样子的基本的标准 所以它会有一个 一个品质在嘛 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品质在 但是不代表说 有了这些基本的标准 我们就 已经变成 不用再去持续的锦修学习了 只能是说它只是一个 比较是一个标准 那我可以去知道说 有什么样的期待 是 一个基本的一个期待 是 呃 我们其实对于 呃 一般的人来讲 他接触到这么多的 这些工具 在帮助他的时候 呃 会感觉到茫然吧 还是说 他是不是可以很快的知道 哪些工具可以帮助他 或者是这些工具 他可能在阶段性 能够帮助到他 可是始终可以帮助到 然后套工具呢 我 因为我在人生不一样的阶段 我都使用不一样的工具 就是 对 呃 那那个工具 在当下都是帮助到我的 是 对 那我现在呢 使用的工具就是 吸糖疗愈 OK 对 那当一旦我使用吸糖疗愈呢 我就爱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呃 它就串联了我所有的工具 好 OK 所以我并没有把我之前的工具 摒弃掉 是 它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好 OK 那但是 呃 使用吸糖疗愈 我可以去延伸到不一样的工具 所以我可以延伸到 呃 水晶疗愈 我可以去水 延伸到动物疗愈 是 我可以去延伸到不一样的领域 呃 所以 它是一个 呃 可以去很好延伸的一个地方 那可以 的一个方法 那再加上它有一个信念 呃 去挖掘信念 我们会说去挖掘信念的一种 改变我们信念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 简便的工具 是 那所以 呃 我所以这 呃 我感觉就是 这个我们的 信念的改变是很重要的 嗯 那所以 这个这个方式呢 对我来说 现在是蛮实用的 因为呃 现在的人都很忙 嗯 然后要 要很多事情 嗯 那所以 呃 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坐在那边 呃 我们去做很多内心的看守 嗯 老师 虽然说 我觉得是倒对 没错 我现在内心里面有 这个感受 很不舒服 然后我有这个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恐惧 嗯 那但是 我要怎么处理它 嗯 那 我没有 没有很多时间 去处理它 嗯 所以 呃 我自己就会使用这个 乞讨还有一个恐惧 嗯 可能就花我十分钟 二十分钟时间 嗯 然后我就 嗯 就搞定它 嗯 然后我就转变我自己的 的心理系统 转变我自己的能量状态 是 那 呃 我觉得它是一个 对我来说是蛮便利的方式 那好像是 可以去 帮助你的 嗯 对 所以我目前是 选择这样的恐惧 嗯 那但是 呃 为什么创办协会的一个人员 那个是 呃 因为协会 呃 在不一样的一个阶段 你还可以去包容不一样的恐惧 是 对 然后当然就是也许协会本身 没有可以去这样的恐惧 但是也许会员有 嗯 也许会员可以去 延伸出不一样的一个工具 嗯 那可以去帮助到其他的会员 所以呃 创立协会目的也是一个交流 嗯 所以它可以有个场 有个场所 可以去让呃 呃 这些不一样领域的人 他们可以去交流 然后在交流之间 也可以去呃 呃 我相信这个协会 它会去慢慢去发展出 更多的一个延伸 是 对 那刚开始 当然不是由我开始 然后也许下一届理事长 哈哈 他可能有他 呃 不一样的一个发展 是 对 那我只是做一个企图 做一个开端 OK 对 那但是那个理念是不会变的 嗯 嗯 理念是不会变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呃 让这些心灵的疗医师们 那 可以去在技术上 你可以更精神 嗯 但是同时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 呃 人生他们的呃 内心的潜意识的部分 甚至也有 可以帮助他们的部分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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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五年在身心灵当中啊 可以让你啊 呃 我要讲快速累积资历嘛 就是说呃 呃 你之前的这个工作很帮助你啊 甚至呃 呃 你现在可以站在协会的立场 邀请很多国际的这种呃 呃 在各方面的这个系统 在身心灵这个领域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呃 看来他们的系统完整度啊 是蛮熟悉的 然后接触不一样领域的客户 是 对 所以呃 呃 我知道呃 在在这个领域上面运作 也锻炼了我很多的胆量 是 对 然后接触到一些呃 可能当下是 哦 还是 这个是 小朋友的时候 二十几岁啊 然后慢慢去磨练自己的胆量 然后跟可能世界级的的老板啊 世界级的公司啊 去跟他们接洽 对 然后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就会变成 我知道如何可以去应对他们 是 我知道可以去如何 啊 去邀请他们 是 对 嗯 所以真的呃 对你而言去邀请他们 别人可能真的没办法做到 这样的一个邀请动作 但是你邀请的话 他们基本上都很愿意来 所以协会在这方面的一个交流 是能够呃 促成很多的 很有价值的一些活动 对不对 对对对 嗯 当初但是当初我们在 呃 有任何活动的时候 可能真的也就只有小猫 两三只 对 就是这样子 对 不幸在我们每一场的活动 其实都很得到支持 对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刚开始发现的一个阶段 是 嗯 那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 呃 我们在 接触到这么多的这个系统当中啊 嗯 这个 这些症状对我们而言啊 呃 有一些 一般的这些民众 他们没有想要就是往这个专业去走的时候 你鼓励他是 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所谓的大自然的这个联结 你可以讲讲为什么 对 哦 为什么去选择大自然 这当然就是感知力的一些指令啊 那但是 但是我引进的这个系统啊 他其实已经在西方已经盛行了二三十年 OK 那 哦 哦 那他是用一种游乐的方式 玩乐的方式 去接触大自然 OK 所以让 那但是大自然是一个非常好让我们去开启我们感知力的一个很好的伙伴 是 哦 那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如何去跟他们连结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 所以我会去选择就是这个大自然的一个连结 会慢慢让我们的感知力可以去更 打开 是 去跟我们这个世界去做共同 哦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感知力 是 嗯 您可以讲一下就是 这个大自然连结 它有任何的仪式吗 还是没有 它没有仪式 哦 它没有仪式 但是它有游戏 哦 OK 它有一些小游戏 嗯 然后让你可以去 呃 观察 观察这个大自然 是 对 比如说他可能会去讲装两个人一组 然后呢 你就是讲装你是某个呃 大自然的一个东西 你可能是 一棵树 你可能是蝴蝶 哦 那你要去跟那个人去斗 然后如果你吃蝴蝶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哦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玩的游戏 嗯 那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感知到这个世界 去同理它的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方法 OK 那当然走更深的话呢 我们有有在心肠疗域有一个练习 是我们可以直接进入这个身体 进入动物的身体 然后去感受这个动物的感觉 啊 有这样的一个练习 对对对 那当然那个是比较再近一点的 是 所以那但是我们从一般的民众 我们就可以去用这个简单游戏的方式 慢慢去做这样的体验 嗯 那如果说真的是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慢慢去进阶 比较深的领域 OK 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水晶跟动物的这个疗率啊 呃 为什么它在你的协会是两个重要的项目 应该说的是一个初期阶段 哦 初期阶段的开始 是 然后慢慢的我们就会进入比较神秘的领域 嗯 那所以初期的结论是因为为什么是水晶 嗯 因为水晶 大家都是可以去接受 接受毒石膏的 是 那我们只是在进一阶 嗯 去让大家知道水晶如何去运用它 加上我们自己的感知能力 我们如何去跟这个水晶共振去帮助我们 是 就像我们会说 我们东方会说 呃 在去放风水嘛 对 那实际上西方他们也会有这种东西 对 那只是说 我们如何把这个东西也运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嗯 我们当然 我们也会去知道说 如何去放在不一样的位置 那但是我们也可以去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嗯 那放在我们自己身上 它也会跟我们身体有不一样的共振 嗯 所以不一样的水晶 它排在一起 就是不一样的化学范围 OK 然后放在我们身上的哪一个地方 又是不一样的化学范围 好 所以这个部分是一个部分 那当然利用水晶 我们会进入更深的新航 是 那我们也会在这个脑坡比较久一点 嗯 那我们就可以去旅行 是 我们就可以去 好不一样的世界去旅行 那 嗯 那藉由这样子的方式 也会让我们得到一些任务 嗯 嗯 所以它有一些很多 呃 不一样的一个应用 那我是 呃 非常 有一个愿景 可以把这些方法 让更多的人 可以去运用它 嗯 嗯 OK 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您对于我们的这个国际专业职观师训练师培育协会的一个短中长期进化吗 嗯 嗯 好 那短期进化当然就是 呃 刚刚刚有讲到 去以这个大自然 是 这样子的一个program去推博 嗯 然后再来就是 呃 水晶疗育师 哦 的一个培训 嗯 那再来就是动物疗育师的培训 嗯 那这个会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嘛 是 然后慢慢的我们呃 呃 呃 在中长中中期的阶段呢 我们就会进入所谓的神秘领域 好 就是会做一些理事的沟通 嗯 嗯 包括动物的理事的沟通 嗯 然后我们呃呃 呃 呃 人与人之间的理事的沟通 嗯 嗯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呃 呃 开始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培训 嗯 嗯 然后接着慢慢的我们就进入了可能 嗯 去解读你的灵魂神秘 嗯 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 是 那但是那个就会是比较是中期 嗯 中期的部分 好 嗯 那长期呢 长期 长期希望就是因为现在定点在台北 嗯 那长期呢 希望可以去有更多的其他的定点 可以让大家可以去交流聚会的地方 是 呃 那可以请理事长跟我们说 就是呃 我们身心灵领域 现在的一个蓬勃发展 然后有好多好多的这一种 这些呃 疗癒师 那你这边特别就不是选择疗癒师 选择训练师的这个部分 你这里面有任何的特殊的预论 哦 因为我希望可以去把我们的一个右脑跟左脑 去做一个平安 是 那所以只是语言上面的一个不同 嗯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语言会让我们有所限制 是 对 所以一般人会觉得 哦 这个疗癒好像就是一种 哦 心灵啊 然后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 嗯 所以呃 所以我希望可以去 改改变大家的这样子的一个 自定的印象 好 然后去知道就说 他是可以去左脑右并用的 嗯 让我们的一个感知力 跟我们的一个逻辑 是可以去并用 然后去创造出 呃 我们可以去呃 改变我们世界的能力 嗯 嗯 改变我们的世界 其实呃 很多的系统他都是回到过去改变那个城市 嗯 对 那呃 那我们不断的去这样子改变 而且是真的在中原处改变的时候 我们都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你想到它是什么样子 它就是什么样子 对 哦 好哦 所以那就是呃 关乎我们的想象力 对 我们的想象力有多么的呃 在这个当中 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的实相 对 对 OK 那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就是 在这个能量场啊 或者是讯息场来讲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 所谓的这个根源 呃 您的这个训练师 您很要求他们要能够辨别 就是这个讯息的根源 对不对 对 嗯 哦 因为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因为我们来到了一个 现代的一个状态 是大家的感知力 都会慢慢开启 是 那当我们感知力 慢慢开启的时候呢 表示说我们接受到讯息 来自不良的地方 会跟人 是 我们觉知到它 然后 那但是下一步就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这个讯息的来源 是要是哪里 是 因为有时候这个讯息 当然来自于对方 跟细胞 在跟我们沟通 是 但是有些时候 讯息的来源 有可能是我们会说来自于神秘世界 是 但是神秘的世界又更分了 然后 对 神秘的世界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是 那它的传递的讯息 的一个方式 也会不太一样 所以 是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身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心灵 疗医师 训练师 我们可以再让自己的一个能力 可以再 往下一步 OK 然后让我们可以去更 更细的 更精准的知道说 我接受到讯息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讯息 OK 那当 所有的人都得到这样子的感知感受 能力开发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一个 高跟低 它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吗 是一个比较的关系吗 在未来世界 在未来世界 如果说每个人的感知力都是开启的 我们会不会去开始去做比较 如果依据我们现在的人性是有可能 好 所以我们同时也要训练 我们身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使得美德 也跟我们的智慧 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 所以那个是另外一部分的训练 是 所以因为如果说我们只只有技能 我们可能会变得自大有个人 是 对 但所以我们需要有技能 加上我们需要有美德 跟智慧的锻炼 那这样子我们这件事情就可以平衡 是 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 我们可以邀请到 国际专业职官司 训练师培育协会的创办人 纪理事长詹雅志 Joy来到我们的现场 跟我们分享 就是对您来说 最好的一个延伸工具的 就是我们的喜卡丽预誉 喜卡丽预誉非常快 对不对 很满足你的 现在的一个使用方式 那在很多的这个系统当中 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就是当我们在这个 走在疗愈的路上 也许他没有那么伤痛 你去跟大地接触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大地的温暖 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到 大地本身我们对他 其实要多关怀 多关注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贤惠在这样子 那一般人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基础 可以从这个地方开始 对 但是当我们进阶了之后 水晶的这个部分 然后动物湿的这个部分 乃至于未来协会要做很多事情 我们真的是幸福以待 希望就是理事长 可以带更多的这些国际的 所谓的真的很好的这些 把系统做出来 很像喜卡丽预的这样子 我们除了拿他的证照 我们也知道 到底他们能够造这个系统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到底连接到的根源是什么 那这个都可以真正的帮助我们 在美德上面 可以也有所建立 对吧 对 再次谢谢理事长 谢谢你的专访 谢谢 谢谢